最近啊 这个学术造假的风波 引起社会上面很大的关注 其实呢 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也对这方面的事情 学术的自由 学术的伦理 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事实上呢 现在在找资料 因为我们是大数据的时代 所以我们的资讯来源其实很多 而且呢 这个有很多这个 我们的电脑啊 手机啊 甚至我们随处都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 还有许多多的人 可以上传很多的视频啊 很多的资料 所以我们呢 现在找资料 其实比以前快很多 而且啊 这个又很迅速 又可以找到很多的量 但是呢 这么多的资料里面啊 我们要知道哪些的资料 是可以用的 哪些资料啊 是有问题的 这就必须 还是我们以前那个求心 要求真 教育啊 更是这一方面的一个阵线 我们不应该啊 失去我们的那个真实 我们的善良 这所有的一切啊 都值得我们来 多加注意 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新世代 应该有新世代的思维 要有一个新的力量 新的那个社会啊 的那个归宿的能力啊 不应该是啊 这个资讯越多 然后我们就越紊乱 所以啦 今天呢 我们可以来 稍微来谈一下 关于这个社会正义 关于这个资讯 学术的自由 学术的这个限制 还有甚至这个 伦理道德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啊 是我们今天 可以来好好讨论的问题 求真求是就对了 求真求是 以前哦 你们都还要去图书馆 翻资料写论文了 现在变成是说 在通过这个电脑 找很多资料就对了 所以 找资料很方便 量又多 然后速度又快 但是 这个抄袭啊 不管是以前啊 到现在 都是一样是抄袭 不可取 我们找到这么多资料 是要用参 在做参考 来作为归纳 来作为分析 逻辑 很多的意思就是说 有人为了要发表论文 发表在期刊 或者要申请什么 经费补助啊 等等的 这个都不可以了 失去了这个求真求是 是的 在我们以前也 所以我们还是要 把持着我们这个 内心里面的 善良 想存真求真求是 这样才有所谓真正的创新 操并不叫创新 操事实上呢 是非常守旧 是非常八股的 好 好